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吧 你知道最近我也是本来跟我无关的事情 把我给扯进去了 所以我一开始我得特别说说这件事 你知道要不说人民大学张明教授 我觉得这是个热心肠的人 好像那天我在香港 就接着他电话气急败坏了 这家气急败坏就说的义愤填膺 说的都结巴了你知道吗 他们说张明搞女教授女学生 我一听就知道 不是你说的 是不是你说的吗 跟我说很热心 通过他的微博 要说要给我辟谣 你知道吗 但是他就一说 我张明搞女 我脑子飞住在这 我说过吗 你说过吗 我当然没说过 不是 他就给我一辟谣 然后呢 人家一个张明教授 然后又跟我讲 说是这个文涛兄 我经常在微博上看见 冒称是你说的话 内容主要是以骂政府为主 他说你实在应该开一个微博 要不然呢 老有人什么 冒你的名 我说开了微博是更多 所以呢 我首先就得声明啊 我保持这三个这个个人荣誉呢 当然对你们不叫荣誉啊 对我三个个人荣誉 第一 我从来没有开过微博 第二 从来没有开过博客 第三 从来没有出过一本书 包括这个凤凰卫视 他这个签约的一些出版社 什么的 把我不顾我的劝告 把我的名字 把我的照片印到书皮上 那也不是我的书 所以啊 凡是没有经过我们亲口认证的 都可以暂时视为谣言 但是呢 张维莹这个事 后来我才知道 不是我个人的事 对吧 他牵扯到了一个 因为我前世的香港 我真的闹不清 这北京闹得这么大 他牵扯到一个整个北大的院长 系主任什么教授 到一家叫做梦桃园的餐厅 就是一个 有一个叫邹恒甫的人 写的博客 你听说这事了吗 听说了 说是怎么 淫乱女服务员 我还真说 我还老去北大呀 没看见 最近这个餐厅火了 你知道吗 这餐厅负责人 现在出来说要怎么着 捍卫自己的权益 说最近老有客人 文峰来问 说有那个服务吗 有 我们可以看看 咱们有没有这照片 北大这么一餐厅 而且我现在意识到 北大方面反应很严重了 现在已经提上法律程序 要告邹恒甫 我看他们官方的微博就说 已经正式起诉邹恒甫 这个教授我也不是很清楚 在这个事之前 我也不清楚 他跟北大有什么恩恩怨怨 一开始就是说 很激烈的话 就说北大主要是 他是用人身攻击的一种方式 就是你乱搞女人 这在中国最容易引起共鸣 所以社会的 比他过去的任何矛盾 都在社会的影响力大 结果北大马上就出来 就要证明这件事 证明这件事的方法 我觉得有点 有点笨了 就是他最终呢 说来说去呢 就变成了一个官司 一旦打成官司 这个事就得万外 都 因为谁在官 在这个官司当中呢 一定是尽可能的 找有利于自己的 那么北大呢 这么多年又做的 有很多事做的 不是太光彩 有个别人 不一定说他指的这些人 确实是你北大的 比如去年吧 有一个小女孩 是在为了考北大 有个北大的老师 是不是有这个事 那北大老师许诺说 我保你考上北大 然后结果呢 被绑架了 是不是 对对对 然后呢 他把他男朋友招来 最后把这个事 弄得就是鱼死网破的 那个样子 那女孩说呢 我都在老家说了 我们的老家很 很质朴的 说我的男朋友 是北大老师啊 这个你又是许诺 我能考上北大 结果考不上 说你要不然给我点钱 我回去办个生意 就拉倒了 老师还不给钱 他就把他男朋友 叫来了嘛 马先生这话 我觉得有点阴啊 上了法学 咱北大还真有点怕 是吗 对 你肯定有 有见不得人的事 就这些年 因为我 我其实写了一个博客 我这个光荣没守住 我写了一博客 但我没微博啊 那么我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北大肯定不是一个净土 今天全社会 这个乱象 大家都看得见 那么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呢 尽管那个邹恒甫啊 就这个老师的名字很怪 也不好记 就 邹老师说的是非常刻薄的一个话 他说的全是什么 你不用说 他这个话肯定是过分的 如果他说净事 这事就有点 更不好打官司了 他没有特指是谁 全指是 全是指了所有的人 他是指的 好像是他们那个 哪个学院的 不是指北大 他是指的北大 一个什么学院 我就 他开头的这个 这个那个微博啊 还是博客里边 讲的就是一个 范指的概念 什么你们教授 系主任 或者什么什么 到后来呢 给逼得狠了呀 他自个也也说 所以现在也有人说呀 说你邹恒甫这么说话呀 也把自己的公信力 毁了不少 就是说他现在自个儿也说 说我这人说话就好夸大 对吧 但是那意思呀 我也不是完全没材料 是吧 但是你知道那篇 那个博文吧 看了之后 其实你画面感是很强的 就是 什么画面 给我描绘一下 对 你看的时候 你看那文章 你没有画面感吗 那感觉就好像 你知道日本不是有很多那种 那种比较特殊的那种餐厅 可能那个服务员 穿的衣服都特别特别的单薄 特别特别的少 可能你要对他上下其手 他也是欲据欢迎的这个样子 所以就是说他给我的感觉 所以你说后来 为什么这个餐厅都火了 人家真的是 就觉得说这地儿 肯定是可以干些什么 而且不会出事的 中国呀 这个不搞这个卖淫合法化呀 逼得一些嫖客呀 真的就是 整天听见风就是雨 你知道吗 这个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 这个人真的是 就是说他用那个文字的 那个叙述的方式 真的很夸张 夸张到我都有画面出来了 对 那更何况是一些 满肚子想法的人 他说完这话以后 最我觉得啊 就是北大处理呢 应该先冷一下子 先冷静一下 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他说我们纪委已经查了 没这事 那马上网民就说 您那纪委是自个的纪委 说你有本事 你让别的纪委来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有的网民说什么 那好 你北大的纪委 这么多年查过什么 你能跟我们说说吗 就这事是假的 那真事 你跟我们说说行吗 那你一下 北大纪委就查了 说我们是查了 有些真事 但这也不能跟你说呀 这说不就更乱了吗 所以这就是 过去说越抹越黑 这种事情 就不能往深了揪 因为今天的社会的 整体的这个状态 每个人都心知 那你看就是 所以我比你想的简单 而且看来 我对北大的了解 比你简单 就我就觉得 北大的反应 不说夺牛吧 但是算正常吧 任何一个机构 你说我这教授院长 那我那去搞女服务员 这不是我这个斯文何在等等 我一个本能的反应 也要去澄清啊 是是是 但是你要学会正面的 学会冷静的澄清 他那个语言呢 你看了他那个微博 那么我倒是看了 最后的语言都是这样的 就是什么什么 你不得好下场 反正就是他川文革语言 这个很多老百姓就不干 老百姓看惯了 这种吓唬人的话 说你这明摆着 是在吓唬人吗 打官司在诉讼 之前双方是平等的吗 你说他绝对不会有好下场 你看他最后一句话 一定是这个话 那这个在他正面 尤其作为一个团体 你北大毕竟是一个组织 是一个团体 周教授毕竟是一个个人 曾经是他的 好像是经济学院的院长 是什么 被用了一阵子给辞了 这个说起来 又跟我们这有点关系 要不说我对老提点张维莹 这个张维莹和周恒福 这俩人我都不认识 这好坏咱也不知道 但是确实有件事 我自己心里稍觉得 还有点对不住张维莹 为什么呢 我就连起来想 几年前我们做过一个节目 当时呢 这个周恒福啊 原来在这个光华管理学院 后来呢被辞退了 那个院长好像就是张维莹 他被辞退了 辞退了 他就在博客上 写了很多所谓的黑幕 当然都没有办法证实 因为这个事啊 当时也是变成个公共议题 我们也就是引用他的博客 说了说 说了说的这个 当然毕竟是没有经过证实的 听说到后来 这个张维莹教授 对我们还有点意见 我在节目里还说过 我是这个 反正有点不好意思啊 可是你就能看到这个 这个周恒福也挺有意思 咱不了解 他是这么多年了 你看一直到现在 好像耿耿于怀 他好像06年的事 那六年了 这个事没完没了 然后去纠缠这个事 他认为 北大没给他一个正当的理由 就不用他了 这是我们也是从有限的 这个网络的资讯中看到的 究竟怎么回事 当时给了没给 我们都不清楚 但有一个特点 所有的网民 他只相信有利于自己想象的东西 他不知道何为正义 何为对 何为错 有一个微博 叫曹林的就还说 就是你说的意思 他说这件事的关键 并不全在周的爆料 而在于广大民众的相信 甚至可以说 相信是先于爆料的 你可以说 暴雨不暴 相信已在那里 传语不传 不满已在那里 对 因为北大不仅仅是这件事 北大有很多事 就是这些年连续的事 比如 北大一个教授 被网民 誉为叫三八教授 就是 什么 什么 滚 什么 我就不知道了 就是大概是这么个 几句 就是骂了几句话 那网民不干了 网民认为 北大教授都是很斯文的 嗯 出了这么个事 还有咱们刚才一开始说的 还有各种 什么文凭的事 什么什么教授 都都直撑的事 我们都闹不清楚 但是一次一次的 北大是个最高学府 我老说 他是所有学校的一个榜样 你这个学 你是不是榜样 你自己认不认为 社会是怎么认为的 社会认为 你代表中国大学 那你这是乱七八糟 包括 校长的夏桂 夏桂风波也很大 多种事都出现了以后 那网民一定相信 有利于自己的 我怎么听着 马先生跟北大的仇物 比邹康府大 我是 咱们这件广告 枪将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待会再便见 好 好好 好 雯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去 采骨极之水 贴软酒精 年份乱将 五井贡酒 因进取而进步 引知心而创新 美的心思绽放心思 在这个马先生辩解之前啊 他在广美 广美可以先说说 广美也经常是被人在网上泼脏水的人 你看 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 这样讲吧 就是说身为一个所谓台面上的人吧 其实是最弱势的 我觉得 就是以前可能我们比较担心 那个狗仔队乱拍乱写 但后来现在发现狗仔队 其实他们很多东西都是超网民的 就是他们可能不一定 他们根本就不用出门了 也不用去拍照了 也不用去搜集资料了 他们可能在网上看一看 有谁出来爆什么料 有谁又泼了谁脏水 谁又抹黑了谁 他就把那个东西搜集搜集 然后就写成一串东西 这就成了文章了 所以我现在觉得最可怕的不是狗仔队 而是颇有居心的 写手跟网民们 我跟你说我真有共鸣 我跟你讲某种程度上 我还认可邹恒甫 毕竟是实名举报 对吧 就是说 我跟你要讲讲 所以今天就讲 我们这个节目 你知道吗 枪权三人行 这十几年 有过几次 那就是就要停播了 这么跟你说吧 就是生死存亡 我跟你讲 为什么有件事 我经常也想公开说说这个事 就是说 中国的媒体都是有界限的 这个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事情 你知道吗 往往我们惹麻烦出事的时候 是什么 网上 包括海外有些个反共杂志 他拿这个枪权三人行做幌子 说你们谁谁谁 枪权三人行 说了一句什么什么话 可是实际你是断章取义 我们是一整集节目 他拿你说一句话 或者你说了讨论一个话题 接下来这篇文章 全是他的反党评论 那么全是他的评论 然后这个东西呢 传到网上 传到海外之后 有关部门 或者说广大群众 就会觉得 都是从你们这儿出来的 我跟你讲 我自己还真觉得 就是说 我就像是那个茶馆 开茶馆 那叫什么 王立发是不是 我就像是那开茶馆 我说你啊 你不管是拥护共产党 还是拥护国民党 你不管是想颠覆政府 还是想支持政府 那都是你的事 我的事就是开茶馆的 对吗 我就觉得 不管你是什么观点的人 你这种做法 就拿别人当这个挡箭牌 这个不是好汉 好汉做事 好汉当 对吗 所以我就觉得 甚至我那天想起来 就说革命史上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要是为了某种目的 是不是可以不择手段 因为你要是不择手段了 你把我茶馆砸了 是吧 我不管你什么主意 你砸了我茶馆 我就反对你 对 砸了你就犯了 对啊 你觉得你冤了吧 你在这不停的辩解 然后去说明这个事 你也要辩解 北大是这样 我们切身感受 这很真实 我80年代的时候 是做编辑 我从小没机会读书 我就没进过大学 所以对大学就是向往的 那对北大就是更向往的 但有幸的是 我有作者在北大 我就去北大去找作者 那这那时候 80年代进北大的时候 没有现在这种 现代化的社 这个大楼什么都没有 北大非常静谧 尤其我去的时候 正好是个中午 就感觉那鸡鸟叫啊 那个北大的那个 偶尔还有人读书啊 那个感觉很好 但不幸的是 我这些年又去过北大 完全是个商业气氛 到处都是那个 灯红酒绿的感觉 各种餐厅 这个餐厅我都没去过 孟桃园 孟桃园没去过 他有高级餐厅 他有火了 对他有 他这些呢 都是这几十年 商业追求的一个结果 再加上你看到的这些事情 尽管这些事都是个人做的 北大可以出来 铲铲铭 说这老师是我们临时雇的 那个不是我们的 我们已经开除了 都可以说 但是所有的事情是发生在北大的 包括 这个邹教授 去 去 去 向他泼水 甭管是污水还是什么 那么 他总是有一个前因后果 这个 为什么 为什么发生 他想过没有 我们过去知道的北大的都是 如雷贯耳的 李大钊 蔡元培 是 陈独秀 不是 全是这牛人 别说陈独秀 现在你说出来了 陈独秀原来好像真的还是涉嫌嫖娼的 是有这个问题 当时胡适还没 对 又引诱你这句话了 没问题 没问题 这过去的事 这是过去的 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那个一些情况 但是那时候的文人 文人的 他是有风骨的 我们今天看不到 我们今天看不到 因为我们也不能要求北大必须有这个 为什么呢 是因为全社会 现在这个状况 是吧 我们 我老师拉平了看都差不太多 是 但是你毕竟北大是一旗帜 我们过去认为就是两个事必须提北大 第一就是新文化运动 第二是五岁运动 对吧 都是那是发祥地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引进的地方 我们马先生绕回来了 他这意思是我是爱之身 所以出现这种问题 确实对全社会来说是一个很难堪的 我这个写博客的时候 我还专门查了一下资料的时候 我当时查完资料 我愣了一下 我后来我把它写在后面 写了一句话 是什么呢 北大呀 是1912年改的名 叫北京大学 之前叫京师大学堂 是1898年 就是他14年以后改的现在这个名 到今年整整100年 你知道北大有一个东西是缺损的 北大到今年没有校训 你知道吗 你看 你也不知道吧 他没有 别的那大学都有个校训 我们古大都有什么红毅 什么他都有校训 他居然没有校训 他在这个整个北大介绍中 校训这是空着的 为什么呢 就是拟不出来 就是老一辈没给你 晚一辈不敢拟了 就现在变成没有校训的一个大学 这是让我比较吃惊的 我认为你像清华呀 北京人大呀 这个中国人民大学呀 北京那个北师大呀 什么这些学校全都有校训的 这个学校 你觉得这很新鲜吗 不就是我听出来了 就说这个马先生啊 实际上啊 是这个什么呢 说这事的实际上是说那事的 但是啊 你这有点挑事 不不不不 我就说到本职上 我要愚钝一点 那个事没听懂 这事 对 这事 咱就说这事 你觉得在今天这个社会下 像北大遭受到这么一种 一种指责 他的这个反应 你看马先生不大看好 对 这种反应 你你你不可能通过法律 变出这个这个事的正确 所以很多时候就不能够通过法律 那就像刚才文桃讲了 有人来踢你茶馆了 你怎么办 那就出来 有点踢馆 踢馆的意思特别好 那我绝对知道怎么办 你作为一个常态精英的茶馆 所有来踢馆的人 就是兵来降党 水来吐屯 你就是最简单的方式 一定不能过激 你不能因为你跟他拼命 把你自个儿给砸了 有时候他来踢你的场子 是你自己给砸了 我捡 所以我觉得他在 其实在第一个回合的时候 就是这个 邹恒甫呢 认怂了 就是说 我说话说冒了 我是平时夸张的 我什么 那北大马上就一个高姿态 说既然邹老师已经认错了 那我们就 就怎么了 结果他第二步呢 光当他没有收回来 他去诉了 这一诉 所以我马上说 第一我不怕打官司 第二我有证据 你有一个证据 你后面就不利 咱们先取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红花国色 花好月圆 酱香典范 红花狼 共祝全球华人 中秋快乐 稻米营养成分 百分之六十四 在脱掉的米皮和米胚中 金龙鱼以创新科技 萃取富含古维素的稻米油 金龙鱼骨维多稻米油 神奇稻米油 油中真黄金 官媒 对啊 所以你刚才问我 我就觉得 真的就像您讲的 什么都别做 怎么做都是错 怎么做都会死 我给你举 我前一段时间 我在我的微博上面 发了一个小小的 一个小图片 那是两条两头牛 走到了河边 然后看到那个河上面 有一个漂浮物 然后前面那只就说 是鳄鱼 后面那只就说 是木头 前面就说 是鳄鱼 还要去点点它 是鳄鱼 后面说 是木头 然后前面那个 就一直 怎么不动呢 但是鳄鱼 后面就说 是木头 最后前面那个 为了要证明 它是鳄鱼 它跳到 那块貌似木头 的东西上面 咱那鳄鱼 一翻身 就把那个牛 给吃了 也就是说 当你想要证明 一个真相的时候 你是会 有可能会 失去生命的 结果 这话更厉害 后面那个说 那个是木头的 下一条牛 来的时候 它还告诉人家 是木头 所以你遇到 那种指路为码 就是他 摆明说瞎话的人 你是没法跟他变的 所以最好的方法 就是你觉得木头 就木头了 这个现在这是个问题 你们这个网络 基本上 就是这个谣言 或者什么也太多 太多的情况下 你说你是 你不搭理他 你不搭理他 他们说有一个 黄金一小时原则 就是对政府来说 如果一旦一个谣言出现 一小时之内 如果不辟谣 一小时之后 辟谣就不如传谣 来得更快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觉得 今天社会的这种心态 是我们这么多年 这个社会积累的一个问题 那么作为像北大这种学府 你的公关意识要强 而不是用一个强势 有很多人是这么反应 就是说邹是一个个人 他是一个团体 而且是一个强有力的团体 你在这个方面的时候 如果你表现出了一种 极为强势的心态 你永远不能获得 社会的一个支持 永远是这样 这是我们的文化心态 跟这个事的真假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是吧 对 说什么 有什么可说的 再说你确实有 教授可能 所以说 下边就开